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丽饼 那为什么它叫可丽饼呢 因为它又可口又美丽 所以叫可丽饼 不过记得可丽饼因为是台湾风味它比较脆 吃起来唇齿之间都是可丽饼炸裂出的香味 等下再说吧 来给给给给 好啦 当然每个人都有他最喜欢的台湾夜市心头好 碧琳如果让你先选从这里开始吃第一样的话 你最想吃的是什么 盐酥鸡 因为一直听到台湾的盐酥鸡就是跟不同 就是跟在这里的不一样 然后他们说呢 这个盐酥鸡在这里的都是用台湾地道的方法来研制的 所以我想看看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来 吃 好了 我要吃了 说到盐酥鸡就是用嫩鸡肉炸製而成的 老实说它非常的容易制作 可是它难就难在越容易的东西做的好吃做的出众越不容易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好不好吃吧 很酥脆 可是它在酥脆之余完全没有那种炸到很老的味道 外酥里嫩 而且盐味进入的很好 是 很多时候呢 就这种盐酥鸡它的肉会比较少 很多都是它的那个皮 或者是它的粉 但这个我觉得它刚刚好 盐酥鸡大忌是炸的只有脆 而没有嫩 这个盐酥鸡炸的火候刚刚好 然后呢它的味道不会过咸 又不会有这个盐味不均匀的状况 赞 好 我们要吃的是 葱油饼了好不好 好 来 我们选了几种不同口味的 但还有火腿的 另一种原味的葱油饼 原味里面是什么 原味的葱油饼 就是没有东西吗 对啊原味的吗对不对 好 葱油饼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葱香吗 是葱 可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的葱 叫做三星葱 台湾 台湾的三星葱 非常的出名 我要跟大家说 如果你赶快来吃的话呢 你有机会品尝到正宗台湾进口过来的三星葱 三星葱的特色你知道什么吗 它非常的小 它不像那种大葱 另外呢 三星葱的葱香很浓郁 但是它没有很辣的味道 所以香味浓郁 辣味不会让你觉得太刺鼻刺口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完美了 哇这真的是完美耶 它外面很脆 它是里面的酱汁 我不知道吃什么酱汁耶 这是我在外面没有吃过的 它是比较 如果你在台湾吃这个葱油饼的话 基本上它做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这个葱油饼 可能里面夹一些配菜 可是在新加坡的做法 他们做了一些特别的调整 请看大萤幕 里面有满满的新鲜的菜丝在里面 还有鸡蛋在里面 非常特殊的酱料 还有最重要的美奶滋 哇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吃葱油饼会觉得很油腻 但是这个不会 完全没有 太好吃了 哎呦 炸鸡排 跟我的脸差不多大 当然大不是它最主要的特色 大家请看这里 带骨炸鸡 这是原汁原味的台湾做法 还冒着热气 我最喜欢吃的是它靠近边缘处 最薄的部分 因为它就吸收了炸这个烹煮方式的精华 嗯 它有在喷汁耶 而且它最不一样的是它里面带骨头 所以它里面的骨头是 渗入了里面的鸡汁 有的时候 吃一些没有骨的炸鸡排 我会觉得吃到我 很腻 很咸啊 都是鸡肉耶 可不可以让我知道 我吃的真的是一只鸡吗 可是 因为有骨在里面 而且骨炸得很酥脆喔 完全可以嚼脆吞下去的 它的皮不算厚耶 它是肉很紧致 很柔软 我要留一点肚子啦 因为太大了 基本上一个女生或一个男生 像我啦 一个炸鸡排够了 真的就吃饱了 吃完炸了之后 健康呢马上来了 这一道健康三明治 非常之健康 一样三明治 对对对 这听说在台湾的每个夜市 都可以品尝到的 好漂亮喔 我觉得很像一朵花 其实里面是一个卤蛋 火腿片 还有这个黄瓜 还有番茄 是 但外面的这个 它不是普通的三明治 它面包是炸过的 炸过烤过的 所以是酥酥脆脆的 好 来把它掰开好吗 好 我要那一片 真的很脆耶 夹在一起 干杯干杯 干脆 很有创意 因为面包外面裹了一层 面包汤 炸鸡的时候有面包汤 很正常 炸面包也用面包汤 哇 了不起 有创意 好 我们吃了很多手拿的小吃啊 来到台湾 一定要揣的 面馅 面馅汤少不了 对不对 这个吗 嗯 满满的 我可以吃了吗 哎呦 还有生蚝在里面喔 很大块耶 来吧 你可以酥女一点吗 不要发出那样的声音好吗 真的很好吃 因为我会很馋 因为我们只有这一碗 好不好 太入味了 真的吗 很入味 而且它 那种 一吸一下去 就 一吸一下去就 别说了好吗 我现在很痛苦耶 因为你吃不了是吗 对我很痛苦 没关系 我觉得它咸得刚刚好 我来试另外一碗 台湾特色的 猪肚汤 新加坡的猪肚汤啦 基本上是胡椒嘛 辣味的 可是他们说台湾的猪肚汤呢 是用四神药材来煮出来的 有一米耶 有一米 哇可以排施啊 还有药材 当然少不了猪肚在里面了 对不对 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先喝汤了 哇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吧 一般来说 这个你要喝药材汤 就是两种味道嘛 汤的味 那个咸味 和药材的药材味 可是这一道四神猪肚汤 有第三个味 是一米的味道 一米的味道 煮进汤里之后呢 因为有一米的加持 所以呢 整个汤 非常的浓稠 吃起来呢 在嘴巴里面也是回味无穷的 试一试 哎呦这个 试一试它的猪肚 嗯 我还在沉浸在我的面线中 台湾夜市 台湾夜市 全世界 说起台湾夜市 很多人就想到 要吃大肠包小肠 来 我特别为你选了 里面是咸菜吗 酸菜口味的大肠包小肠 据说 他们尝试在新加坡找到 非常正宗的台湾香肠 答案是找不到 找不到 所以只能从台湾 进口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正宗的台湾香肠带过来 哇 好吃 烤气了吧 外面 糯米 软糯 这不用说 我觉得有点酥脆 它其实 对 它最惊讶的部分就是 它外面那一层米 有干燥之后 对 好像做成锅巴在里面 所以 糯米 它外面一层 做成干巴的感觉之后 锅巴的感觉 脆脆的 而且呢 就像我们吃那个包仔饭 可是包仔饭是大米嘛 大米的锅巴 跟糯米的锅巴完全不同 糯米这锅巴就更细腻 它的米粒更小 更容易吃进去 赞 我觉得要说的是这个酸菜 台湾酸菜 它很有韧劲 然后吃起来非常的爽脆 好吃 好吃 台湾香肠也是里面超级多汁的 来 特伦饼 还有这个 先吃这个吗 先吃一个呗 来 来 好 地瓜球 这个是原味的哟 每个都是原味的 每个都是原味的 其实那边有 巧克力味啊 还有可以加美粉啊 但是这是原味 地瓜球做法不难啦 可是它就用地瓜粉 加糯米 团成球然后再去炸过 但是像我说的 非常容易做到的食物 能做得好反而不一样 而且地瓜球 各位要小心 虽然叫地瓜球 但可能一不小心 就吃了很多地瓜球 因为就放在那边 来 这个拉丝 哇 而且喔 它应该是没 我觉得是没有放糖的啦 因为那个糖味不浓 对 能品尝到鲜甜味呢 完全是地瓜 淀粉 这种作物 农作物里面 出来的这个甜味 糖分非常的清爽 因为这是原味嘛 如果你比较重口味的话 你可以加不同的这个味道 外脆铃嫩啊 ok 糯糯的 最后车伦饼 来 车伦饼 你来 车伦饼为什么叫车伦饼呢 好烦喔 因为它想车伦 我来看它里面喔 这是什么味道 好像拆盲盒一样 应该是芋泥吧 芋泥吗 我帮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来吧 咦 咦的耶 咸的车伦饼 咸的 在本地你好像比较少吃到 咸味的 比如最多的是 红豆啊 芋头啊 美乃滋啊 这个是菜脯 车伦饼 哇 我第一次吃到 这跟我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真的是好吃的 很特别的搭配 当然啦 这些食物呢 不光是我们刚吃的这些了 还包括了很多 比如说这个挂包 台湾夜市非常之有代表性的 另外 那个花生卷冰淇淋 里面是有特色的 香菜在里面哦 在这里也有台湾 非常正宗的卤味食物 好啦 不给你开玩笑啦 其实呢 这个夜市就在新加坡 就在乌节路的 Cineleach Mall 的Basement One 地下一层 7月28号 就可以来品尝我们今天尝到的 所有食物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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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